好,現在我們就說說馮瑩瑩,她的愛情和戀愛究竟是怎樣 其實她的桃花都很旺,但是桃花旺和婚姻好是兩回事 有時桃花旺的人,她的婚姻反而是多阻滯的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一個好結婚的名字 女性的名字不是看桃花,而是看她的身體弱不弱 身弱與強,其實不是說她的身體弱,不是說她的身體差 只不過是說她的八字日主比較弱 因為身弱的女性對什麼都沒什麼要求 可能她的老公是男人,她就已經可以收貨 但是身弱的女性,不論她對自己,或者對她自己的另一半 其實都很有要求 所以以前,在古時找老婆,最重要是不要有很多主見 找一些新弱的女性 總之你嫁雞就隨雞,嫁狗隨狗就OK了 老公要你什麼就什麼 當然這個在古時來說當然最好 因為以前男女是不平等的,和現在不同 但是現在女性,大家都有很高的學歷水平 又會有很強的賺錢能力 所以我也覺得古時的要求到現在都不是很合時宜 但是如果像馮小姐一樣,她的日主身體實在太強 的確是挺難搞的 哪怕你老公是醫生也好,她都要嫌三嫌四 所以她真的要找一個男生,要有很高能力才能夠駕馭得到她 好,我們看看她的呼聲 看呼聲就看靜觀七殺 靜觀七殺就是她的呼聲 你看到這個八字,如果一定要老公很強勢 才能跟她保持好的關係 即是她會深復給這個男人駕馭 如果回頭,老公太弱,太強勢 其實就是她吃回老公 你看到她22歲開始至32歲走丁馬雲 丁馬雲的大雲,32歲到42歲走丙人的大雲 這個大雲也是呼聲的病死之地 病死之地不是說老公會病會死,不是這件事 只不過是她日主的強弱,看她老公的成就 在她22至42歲這兩個大雲,即是總共20年 其實她老公都是一個比較弱勢的位置 你自己有這麼強勢,老公有這麼弱勢 你有一個好的婚姻就比較難說 即是比較難一點 加上她日主自作偏印 我們經常會說,自作偏印 婚姻而有難言之隱 即是兩夫妻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難說的事情 究竟她什麼就不知道 不過就不用擔心 等她到42歲之後,呼聲通根 她老公在醜肚通根 她老公自然有成就 再加上馮小姐,因為她原局很燥熱 去到42歲之後,才是真正好運的開始 我們在一步的住人 我們周圍提供航空空下 我們來修圍吧 我們回到 Hong Ko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